中国南篮夺冠和伊朗哈达迪拒绝在讲台,引起全世界的热议,球迷更是点评哈达迪输不起,不配当亚洲第一中锋,这是明显的挑衅和藐视。 但是中国南篮用这种冲劲和坚韧的精神,实现大逆转,夺得金牌,由于这是哈达迪最后一次亚运会,而他也想拿到一枚金牌来画,上一个圆满的句号,整场比赛下来砍下了27分10篮版的大号两双,给中国对内线制造了不少麻烦,当着姚明的面,饿饭周琪,动作十分难看,因此也被场上球迷狂虚, 尽管数据不如哈达迪华丽,但从数据所不能完全反映的作用来看,周琪丝毫不逊色于哈达迪,论内线防守方面遮天蔽日的能力,周琪更是胜出一筹,姚明在决赛中还是忍不住点拨了一下周琪和王哲林,而这也恰巧被电视镜头所捕捉到。 同样的,那也是一份信任,显然在姚主席眼里,这对双塔完全可以更好地压制住对手的核心哈达迪,有意思的是,终于决战半场休息,两对同走一个门回各自更衣室,姚明突然问身边一同出门的哈达迪,准备好了吗?哈达迪是他晚辈,听完一愣,准备什么?准备一双新鞋,一副新费,下半场我的人会跑死你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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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